我们来进入到第45课 时间操作 日期空间 工具条空间的学习 首先我们打开火山软件开发平台 选择文件 新建 新建项目 我们新建一个MFC窗口程序 将它取名叫做45课 点击确定 老规矩 给窗口添加4件 标题等于45课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知识点 我们的时间操作 那么什么是时间操作呢 时间操作就是操作时间的内裤 比如说我们要取线型的时间 应该怎么取呢 取现在的时间 也就是说取现在我们的北京时间 那么应该怎么去取这个命令呢 很简单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命令 叫做取线型时间 那么这个取线型时间 它就是用来取我们当前的时间 当前的北京时间 我们可以将鼠标移动上去 右键 跳到它的定音位置来看一下 那么可以看到 它当前提示的是返回当前操作系统的日期 即时间 那么类型是小数型 这样吧 我们可以给一个调试输出 我们调试输出 将当前的这个时间 我们给它调试出来 看一下 剪切 然后粘贴 然后我们点击调试 点击运行 我们来看一下 当窗口启动过后 调试出来的当前时间是多少 好运行起来了 那么可以看到 它调试出来的是一个小数型 看见没有 44205 然后点 后面的话有一串数字 这个就是我们当前的时间 但是很多朋友是懵逼的 这个是我们当前的时间 但是跟我们所理解的时间不一样 对吧 我们所理解的时间 应该是多少多少年 多少多少月 应该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怎么去实现这样的效果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到一个命令 叫做时间到文本 时间到文本 那么这个时间到文本 我们可以将鼠标移动上去右键 挑到它的定义位置看一下 它所操作的就是将我们的小数型时间类型 转换为我们的文本型类型 那么这里有个转换的格式 比如说 多少年 多少月 多少日 小时 分钟 以及秒 那么是这样的一个格式 我们可以调试输出运行起来看一下 首先 首先将我们取出来的线型时间 我们这样 在里面去输入我们的取线型时间 将我们所现在取出来的时间 将它变成我们的一个文本型的格式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给一个调试输出 调试输出 将这个代码我们粘贴进去 剪切 粘贴 然后我们运行起来看一下 那么运行起来了 首先可以看到 它调试出来的是 一个小数型 这是上面的代码 然后下面就调试出了我们当前的时间类型 2021年 多少月 多少日 多少时 多少分 多少秒 那么 这个就是取线型时间和时间到文本的用法 这个取线型时间和时间到文本 它们都是一个时间操作类库里面的 我们可以将鼠标移动上去 然后右键 跳到它的定音位置 那么就可以看到 它们都属于这个时间操作类 这个时间操作类里面有非常多的命令 我们可以看一下 有到时间 有为有效时间 为最小时间等等 还有增减时间 取时间间隔 那么这些命令用法都是一样的 非常的简单 你们可以自己下去多测试一下 我这里的话只简单的去讲解一下 我们取线型时间 以及时间到文本的用法 因为一会儿我们会用到这两个命令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知识点 第二个知识点 日期空间 那么什么是日期空间呢 我这里做一个比喻 当我们要去选择某一个日期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要选择多少多少年 多少多少月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用到日期空间 那么这里讲解的话 可能有的新手朋友可能会比较的懵 没关系 我们这样我们打开设计器 来亲手的去拖一个时间日期空间 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打开设计器 然后在设计器当中 有一个叫做我们的日期矿空间 看见没有 日期矿 那么这个日期矿的话 就是用来选择我们的日期的 我们可以将它拖到我们的窗口里面去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日期矿 它默认的显示就是我们当前的这一天 2021年1月9日 那么这个日期也是可以改变的 至于怎么改变 一会儿我会讲到 我们先将这个窗口运行起来 我们看一下效果 我们点击确定 然后点击调试 点击运行 我们来看一下 运行起来了 那么可以看到 它运行起来的效果就类似于像编辑框一样 有一个边框 然后里面显示的就是我们当前的时间 对吧 我们今天的时间 2021年1月9日 但是这个日期是可以选择的 比如说我们点击这一个按钮 看见没有 然后就可以去选择我们想要的日期 比如说这个时候 你想让你的用户去输入他的生日 比如说你的用户生日是2020年 他的12月18号 那么这是你客户的生日 你就可以让你客户自己去选择 这个就是日期矿的一期用法 那么我们刚才有说过 日期矿的话 它在默认显示的时候 是显示当前的时间 对吧 就是今天的时间 那么这个时间怎么改变呢 也很简单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命令 我们在讲解之前 把这个日期矿的空间名字改一下 改成日期矿基础学习 方便理解一点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命令叫做日期矿 运行时间的话 就将这个日期矿 它的时间指定为了现在的时间 也就是今天的时间 也就是他默认的显示时间 我们可以运行起来看一下 点击调试 点击运行 可以看到 这个日期时间矿 它里面显示的还是当前的时间 对吧 2021年1月9号 它的时间并没有变化 但是这是因为 我们当前的这个今天 也就是这个日期时间矿 它当前默认显示这个今天的属性 我们设置的是取现行时间 也就是取今天的时间 比如说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命令来改变 把它改变为以往的时间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叫做指定时间 这个指定时间的命令 它也是日期操作时间内里面的 我们可以将属标移动上去 然后右键 跳到它的定义位置看一下 可以看到 它也是属于这一个 上面翻一下 这个时间操作内里面的命令 所以说 我们就可以去使用这个指定时间的命令 来指定我们想要的时间 而这个指定时间 它里面有几个参数 分别是第一个 你要指定的年份 你要指定的月份 你要指定的日 小时 分钟 以及秒 那么除了年以外 日 月 小时 分钟 秒 都是用默认值的 比如说我们这样 我们指定今天的时间 今天也就是这个日期时间框 它默认的显示时间为2020年 2020年 然后它的月份也就是第二个参数 月份 比如说你的客户它的默认生日为12月 然后第三个参数日 日的话你可以去指定 比如说你指定为18号对吧 4月18号 然后我们将这个指定的时间去复制给今天的时间 粘贴 复制给今天的时间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运行起来 这个日期时间框 它里面默认显示的时间 就应该是2020年10月2月18号 应该是这个时间 而后面这个小时 分钟和秒 我这里就不去设置了 就默认给您就好了 那么你们也可以去设置 也可以不设置 这个随意 好吧 因为这里面 这个日期操作内里面的这些命令 都非常的简单 其实你们只需要去写一遍 就能够去理解这些命令是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用法呢 理解吧 我们可以运行起来看一下 这个指定今天的日期 也就是这个默认显示日期 为2020年12月18号 这个命令能不能成功 我们点击调试 点击运行 好运行起来了 可以看到 我们当前这个日期时间框 它默认显示的时间就是2020年12月18号 那么同样的 这个日期时间框 跟其他的空间是一样的 它也是有回调事件的 我们可以将鼠标移动到这个日期框这里来 然后右键添加它的定义事件 那么它的接收事件里面有一个叫做选择日期被改变 看见没有 选择日期被改变 当我们去选择某一个日期的时候 就会去触发这个事件 我们可以这样 我们给一个调式输出 调式输出 然后将我们日期框 基础学习点今天 我们给它调式出来 这个今天你们记住 它比较的绕口 这个今天其实就是当前我们这个日期框 它默认的显示时间 理解吧 所以说当我们去改变某一个时间的时候 就可以将我们所改变的时间给调式输出出来 我们可以运行起来看一下效果 我们点击调式 点击运行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运行起来了 那么可以看到 首先我们这里的时间是2020年12月18号 然后我们可以这样 我们选择某一个时间 我们将它选择为2021年的5月份 我们将它选择为5月10号 我们可以看一下 选择5月10号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日期时间看见没有 它就调式出来了 它调式就是44326 看见没有 就是44326 那么这个44326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44326就是我们的2021年5月10号 我们要使用一个命令将它转换回来 什么命令呢 也就是我们的时间到文本命令 我们可以这样 我们调式输出 我们的时间到文本 然后我们日期矿基础学习点今天 我们将它调式出来 剪切 然后粘贴 这样的话就可以将我们选择的时间 将它转换为我们的文本时间 我们可以运行起来看一下 点击调式 点击运行 首先我们选择某一个时间 我们选择5月份 对吧 我们选择5月9号 那么这个时候这里调式出来的日期就是2021年5月9号 看见没有 因为这个日期时间框里面它并没有小时分钟和秒 所以说它所调式出来的时间就是我们单纯的年月日 理解吗 这个就是我们日期被改变的用法 那么为了照顾新手朋友 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些知识点 首先是取现行时间 那么取现行时间的话 就是取出我们当前系统的时间 这里有提示 返回当前操作系统的日期 及时间 它返回的是一个小数类型 而这个小数类型里面所储存的 就是我们当前的系统 它的操作的日期 及时间 然后我们还有第二个命令 这个命令叫做时间到文本 而这个时间到文本 它就是将我们所取到的这个小数型时间内型 将它转换为我们的正常的 所能够理解的文本型时间内型 比如说多少年 多少月 多少日 多少小时 多少分 多少秒 这样的格式内型 理解吧 那么这个就是取现行时间 和我们时间到文本的用法 然后我们还接触了一个新的空间 叫做我们的日期框 而这个日期框 它所显示的就是一个 类似于像编辑框一样的日期空间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空间 去选择我们所需要的时间 每一次当我们选择时间的时候 都会去触发这个日期被改变这个事件 看到没有 然后我们就可以调试输出 得到我们当前所选择的某一个时间 比如说我们选择6月 选择6月的6号 那么这里就会有提示 我们选择的是2021年6月6号 看见没有 这个就是我们日期被改变这个事件的用法 理解了吗 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 就再去讲一下一个新的知识点 什么知识点呢 也就是我们的工具条空间 这个工具条空间 它也是我们最常用的空间之一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来深入的去学习 并且了解它 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工具条空间 我这里准备了一个案例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工具条 工具条 它就是一个组件 然后可以在里面去设置我们想要的工具栏目 比如说新建打开保存编辑复制粘贴 我们可以打开火山我们的RDE看一下 我们的火山RDE这个栏目 它也是一个工具条 看见没有 我们的工具条是最常用到的组件之一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去学习 并且要去学会它 那么在我们的火山当中 怎么去使用这个工具条呢 很简单 首先我们要引用工具条的内裤 我们在这里项目这个位置右键 我们添加配置项目所使用的模块 然后勾选上MFC扩展界面知识库 点击确定 然后打开我们的设计器 就可以在设计器当中 看到有一个工具条的属性 看见没有 有这么一个空间 我们将它拖到我们的窗口里面去 那么这个时候 然后我们就创建了一个工具条 创建了我们的工具条 过后 我们就会去设置这个工具条里面的按钮栏目 怎么设置呢 很简单 在这里面有一个工具条按钮 看见没有 我们可以点击添加 比如说 我们可以向后插入一个栏目 这个栏目我们取名叫做新建 新建 然后我们再次向后面去插入一个栏目 这个栏目我们取名叫做打开 然后我们点击确定来看一下 当我们点击确定过后 就可以看见 这个工具条里面就有两个栏目了 分别是新建和打开 但是这个效果跟我们这个案例的效果 可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看见没有 我们这个案例的效果 上面是有图标的 看见没有 上面是有图标的 那么这个图标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图标 我们可以通过设置图片组来获取 那么图片组的话 我这里准备了一张图片 那么这个图片 你们到时候在观看课程的页面 也可以进行下载 我这里的话 来将它复制到我们的目的当中 也就是这个图片 将它复制到我们的这个45颗当中 然后我们来用我的画图工具打开它 点击编辑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 这个图片组是什么样的 那么可以看到 这个图片组的话 它其实就是一个图片 看见没有 是一些图标的集合 那么这个图片组的制作方法的话 也是一样的 你们需要通过PS 或者一些其他的编辑器来进行制作 好 我们这里就不再去多说了 我们点击关闭 然后来引用这个图片组 打开我们的设计器 然后我们点击图片组 来引用这张图片 引用了过后 我们再次点击这个工具条按钮 然后就可以设置每一个栏目 它的图标 比如说图片索引 第一个我们设置为0 然后打开我们设置为1 这个时候我们点击确定来看一下 是不是就有图标了 对吧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工具条 是可以设置分割线的 那么这个分割线的话 是怎么设置的呢 很简单 同样的我们点击这个工具条按钮 然后向后插入 插入过后 这里标题的话就不要去设置了 然后这个按钮类型 我们将它设置为分割条 然后再次向后插入 这个插入的话 我们随便输入一个叫做测试栏目 然后我们将它的图片索引设置为3 设置为2或者3都可以 我们设置为2吧 然后点击确定 就可以看到 这里就多了一个分割线 看见没有 这个就是工具条的使用方法 我们可以点击确定 来运行起来看一下 然后点击调试点击运行 运行起来了 但是大家发现没有 这个工具条它跑到最上方去了 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设计器 在设计器当中 我们的工具条明明是在中间的 但是运行起来过后 它就跑到上方去了 这是什么原因 这是因为工具条还有一个属性 叫做位置属性 那么这个位置属性它有三个 分别是顶边 底边 或者是自由 它默认的话就是顶边 我们将它设置为自由的话 它就会显示在我们所拖到的位置上面去 理解吧 我们可以点击确定 再次运行起来看一下 点击调试点击运行 好 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工具条就显示在中间了 并且这个效果也是我们想要的效果 对吧 跟我们的案例效果的话也是差不多的 看见没有 都是差不多的效果 对吧 那么这个工具条的话 它同样的也是可以单击的 我们也可以有它的单击事件 理解吗 我们也可以添加这个工具条的点击事件 我们之前说过 所有的空间 它都是有它的事件的 我们来添加它的事件 右键添加工具条1的事件方法 我们首先来添加它的被单击事件 这个被单击事件 我们就可以获取到 当前的话你单击的是哪一个按钮 所以 比如说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二个 这是第三个 我们可以调试输出看一下 调试输出 按钮索引 然后我们就可以运行起来来看一下 能不能调试输出我们所点击的哪一个按钮索引 我们点击调试 点击运行 首先我们点击第一个 它调试输出的就是0 然后我们点击第二个 它调试输出的是1 我们点击第三个 我们点击第三个 它调试输出的是3对吧 为什么是3呢 因为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分割线 分割线它也要算是一个栏目 理解吗 分割线也是一个栏目 记住 分割线也是一个栏目 那么显然我们在做判断的时候 我们不能把这个分割线也做进去 对吧 我们不可能每一次判断这个按钮索引的时候 把这个分割线也判断进去 这是不正确的 所以说正常来说 我们要知道点击的是哪一个栏目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命令来 什么命令呢 我们可以通过工具条 1点取我们的标题 那么这个取标题的话 它里面只有一个参数 也就是说你要取哪一个按钮索引的标题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们只需要输入我们的按钮索引 按钮索引 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获取到 我们所点击的哪一个栏目 它的标题是什么 我们可以给一个调试输出来看一下 调试输出 然后将我们的取出来的标题 给输出出来 剪切 粘贴 然后我们点击调试 点击运行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点击新键 它就调试输出了我们的新键 然后我们点击打开 它就输出了打开 然后我们点击测试栏目 它就输出了测试栏目 看见没有 所以说我们要判断 是点击了哪一个栏目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这么去操作 比如说我们可以这样 如果 如果什么呢 如果工具条一点取我们的标题 剪切粘贴 等于我们的 等于什么 等于我们的新键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信息框 新键栏目 新键栏目被单击了 否则 否则 否则什么呢 否则我们的复制 然后粘贴 否则我们的取标题 等于打开的时候 那么就信息框 打开栏目 被单击了 然后你们就可以以此类推 可以添加很多个工具栏目 然后你们也可以去做很多个判断 对吧 这个用法你们应该都明白了 我们可以调试输出运行起来看一下 点击调试 点击运行 首先我们点击新键 它就会提示 新键栏目被单击了 对吧 然后点击打开 那么打开栏目被单击了 那么测试栏目的话 我们也有添加 所以说它就不会有提示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工具条的使用方法 好 那么今天的课程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